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垂丝海棠如何养护 顺便讲一下垂丝海棠和西服海棠的区别 垂丝海棠和西服海棠都是属于桥木 冠符可以长到3到5米左右的植株 因为它植株比较大 所以比较适合种在我们庭院或者是公园的绿花袋上面做造景 所需要的土壤要生土存的 土壤比较肥沃的土壤 气温15度到28度左右是它的生长期 想要开花多 我们尽量将它栽种在空旷阳光充足的地方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耐旱 也是比较耐寒的一种花卉 在开花前后 我们可以追思一些含磷甲的有机肥 这样子更有利于它井干花苞的孕育 坐标江西 在我们这边最低气温零下7度的时候 持续大半个月 它是可以完全户外过冬的 每年开春之后的大概三四月份 是垂丝海棠和西服海棠开花的季节 关于修剪的问题呢 就是每一年开完花之后呢 我们可以将一些过密的长势比较弱的一些枝条 给它修剪掉 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呢 来给它造型 有些像长在比较下端的枝条比较弱的 然后不怎么接受光照的枝条呢 我们都可以给它修剪掉 既能集中养分 让粗壮的枝条生长 又能增加通风透气性 避免病虫害的滋生 很多花友朋友呢 都分不清垂丝海棠和西服海棠的具体区别 因为它们的花形呢 比较相似 我们所看到的是垂丝海棠 主要呢 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辨的 垂丝海棠呢 它的花梗呢 是紫色的梗 较为细长 下垂开放 没有香味 所以呢 叫垂丝海棠 西服海棠呢 它主要是绿色的花梗 梗呢 比较短 花朵是朝上开放的 有香味 它为什么叫西服海棠呢 因为在晋朝时期呢 主要生长在陕西的西服一带 所以呢 就被冠名为西服海棠 垂丝海棠和西服海棠 从植株啊 花朵的形状啊 都比较相似 所以呢 它们的养护方式和管理方式呢 基本上都比较相似的 每一年开春呢 它们的花量都是特别大的 除了开完花之后呢 要进行修剪 其实在它的整个的生长过程中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适当的去修剪整枝 浇水养护的方式呢 我们是采取干透焦透的方式来进行浇水管理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亲戚 如果喜欢我 记得点赞收藏 转发 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